大家好我是季寒 那上一个影片呢 我们有先做了两个肚子 还有这个尾巴的部分 那这个尾巴的部分要修正一下 就是说尾巴的线 它只打这样子一圈五个天 所以我们用一半的线就够了 那如果说你像我影片中 是取一条长的线也没关系 那剪下来就剩下的线就放旁边 等一下可以做一些比较短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这只狗它的这个地方 还有两个后脚 还有肚子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把线这样子 我们先从这边的后脚 这边这两条线我们把它互编 把这两条线打一个铁 然后就会成为这样子 好然后我们再延伸过来 旁边这边pick 这是尾巴这个对下来的这条线 再把它互编一个点 好接下来的时候 这边已经有两条线互编一个田 然后这是尾巴对过来的中间部分 那这两个一样要打一个田 就好像那个腿的那个上面 就是这样子的形状 好那好了之后 我们要把这两个把它收尾 那通常你可以洗 像我是习惯右边的都说左边 好这样子三个 好了之后我们把它剪线 那记得下面这一条多的线 也要剪掉 那我们剪掉的线可以都放在旁边 到时候有一些比较小地方的 就可以用比较短的线 好那这个做好的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来做脚 就是后脚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脚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脚 那这条线我们先不要用它 你可以打一个圈做记号 先不要动到它 好那我们要先来做这边的 后脚的这边 那我们取一条短的线就可以了 就是刚刚剪下来短的线 那从这边的田开始打 那一样就是 第一个田 打好之后后折 第二个田 绕着旁边再打第二个田 就跟尾巴的做法一样 一后折二绕田 三上 其实这个是 嗯就是自己随便想的口诀 那其实大家的做法也许不一样 就是看怎样做自己比较顺 三上四下 一样要做五个田 一样要做五个田 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互打 好呢 这个是第一个田 第二个 第三 第四 第五 五 五做好之后 就要跟刚刚那个 我们把他后折的那个田 做收尾 一样 那这样子 后面的一个角就完成了 那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先来做中间这个我们先不要动 我们先来做旁边这个 一样要做另外一个角 那一样是取短的线 刚刚剪下来短的线就可以了 一样要做五个田 那其实在露营的时候做的甜可能会比较不好看 因为没有没有很靠身体的去去拉去推平 那正常是这个田跟这个田要像这样子有点紧密 做出来的会比较漂亮 一、二、三、然后四 四项 五收尾 好,这个角也完成了 那我们就把它做收尾 鼓舞 好 谢谢 好 来 好这两个后脚完成之后 中间它的这边我们需要再打一个甜 然后再做收尾 这个就是我们刚做的记号 那我们先把它打开 要调一下 因为中间这一块比较不好挡 好了之后呢 这个要跟旁边的这两条线要做收尾 那这一条线我们把它折下去 我们用这条收 顺着收 顺着那个甜 然后不好意思 因为自己一个人拍影片 然后架着那个手机甲 有时候会动到 因为要均距离 然后顺着收 然后再次准备 然后再次准备 这手机甲 就会走 这边就要不错 然后再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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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先检查一下 这个尾巴好了 然后屁股这边也好了 然后两个脚也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 把它往这边 那我们就刚刚有一条线 这个收尾的时候 这一条下面这条线 里面这条线要剪掉 好,那我们现在会看到 有三条直的线 然后两条横的线 就是我们刚刚的肚子上面的部分 那我们要把它打在一起 然后再做收尾 做两个横 一个横需要打三个田 那平常我在自己做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套在腿上 然后比较好撕力 就是我在抓这个田的时候 会比较好贴平 打起来会比较工整 然后这个 这个我一样凹进去 然后这一条做收尾 哦,又晃到了 好,然后里面的那一条 也要先剪 剪掉 然后再一样再打一次三个田 就完成了肚子的部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入到这里 那大家就是把这个 这一排的田 先打好 然后再做收尾 那我们到时候再分享第三步 就是脖子跟头的部分 一样这样子 一样这样子 然后这边收尾 那其实我每一次做 我都在想说 怎样的线是用的比较省啊 或是说比较好完成的方式 所以跟以前做的也有一点点不同 那就是看自己到最后 怎样做比较方便 那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次的影片 是从这个肚子做到这个尾巴 那第二次是这边 然后后脚 然后跟肚子完成 那我们可以已经完成了到这边的部分 然后之下来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前脚跟头的部分 先这样子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